各位好 今天是2020年12月3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国财经 我是新峰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来看今天的新闻 今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 以及辽宁省纪委监委披露 中国银保监会辽宁监管局二级巡视员刘文毅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已经主动投案 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督调查 刘文毅生于1963年 现年57岁是辽宁新城人 工作后他长期在中国人民银行任职 曾先后担任过央行的景州分行的会计科干部 央行葫芦岛支行的副行长 原营监会葫芦岛监管分局的党委书记局长 2012年他升任原营监会辽宁监管局复询事员 2018年10月 地方银保监会合并以后 刘文毅出任了辽宁省银保监会筹备组成员 2019年6月至今 他担任银保监会辽宁监管局的二级巡视员 目前官方尚未披露 刘文毅投案自首的具体原因 据了解刘文毅的主动投案 与近期专案组彻查景州银行案 以及葫芦岛银行原行长王学林被查案 均不乏关联 近年来辽宁省监管局分管城市商业银行的一指是刘文毅 在其任期内 这些地方的商业银行暴露了重大风险 引发市场关注 景州银行与近期走向破产的包商银行类似 因为实际控制人造成的巨大不良资产 依靠央行动用公共资金1200亿元填补窟窿 才得以换血重生 原实际控制人景州银行前董事长张伟 在2019年12月19日在北京意外死亡之后 景州银行的问责行动一度中断 近期则再次刮起风暴 多名高管被查 主管景州银行多年的刘文毅主动投案 应该与这一追责风暴息息相关 另外2020年8月2号 葫芦岛银行发布公告称 行长王学龄因为个人涉嫌严重为纪委法 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督调查 这是王学龄第二次被查 据报道 王学龄2007年曾经因为挪用银行资金案被免职 谁想到时隔11年之后的2018年 他官赴原职继续担任葫芦岛银行的行长 甚至还要竞选董事长 不论外界的异样目光怎样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王学龄能够回归到葫芦岛银行行长的岗位 离不开当地政府部门 以及辽宁省金融监管部门的相关人士的鼎力支持 就在王学龄第二次被查之际 2020年的8月同一时间 刘文毅被调整了工作范围 他不再分管城市商业银行处 只分管农村中小银行机构监管处 以及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监管处 今天刘文毅投案自首的真正原因还有待公布 但很大可能是与这些商业银行的追责风暴息息相关 另外来看 财新中国制造业PMI 升至10年来的最高位 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势头强劲 2020年11月财新中国制造业PMI录得54.9 连续第7个月位于扩张区间 而且较前一个月53.6的水平大幅上升 这是10年来财新中国制造业PMI录得的最高值 同月财新中国的服务业PMI录得57.8 较上月上升1.0 这也是该指数自2010年5月以来录得的第二高值 相关数据显示 后疫情时期制造业和服务业持续加速恢复 令人们对经济复苏信心大增 同时也引起了讨论 是不是是时候可以收紧刺激政策了呢 相较于以大中型企业为主要数据的官方PMI 财新PMI体系 包括财新中国制造业PMI和财新中国服务业PMI 以及由制造业生产指数和服务业经营活动指数加全平均得出 样本企业430家更能反映中小企业的情况 中国上千万的小型企业在此次疫情中受到重挫 比国有企业或是大中型企业的恢复要来得慢 之前也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全面复苏中的软肋 所以需要国家的刺激政策进行扶持 但是今天财新PMI指数的公布反映了小型企业的情况要好于预期 同时也反映出了国家一系列的愚困政策 从税收租金的减免到贷款成本的降低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麦格里的中国经济学家Larry Hu说 在中国消费者回到了正常的生活 消费活动重启 服务业PMI在11月录得高位 预示着服务型的消费也会很快增长 供需即将平衡 他预测中国第四季度的GDP增长速度将会加快 从第三季度的4.9%将会升至6%左右 明年第一季度将达到最高峰的15%左右 而面对强劲的经济复苏 他建议政府首要任务是要逐渐取消超宽松的扶持政策 包括流动性、房地产、信贷及财政政策 另外汇丰银行大中华地区的经济学家Aaron Singh观察到 财新PMI中的就业指数也明显上升 就业人数已经连续4个月上涨 预示着未来收入和消费水平也会继续上升 就业率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指标 也是政府的政策是否有效的重要指标 中国官方失业率从2月份的6.2%回落到10月份的5.3% 中国给今年设置了目标城市失业率为6%左右 而去年是5.5% 而经济活动的恢复也减少了货币宽松政策的需求 他预计央行会将贷款最优利率一直维持到2021年 中国预计将是今年唯一录得经济正增长的20国集团的国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 中国2020年将增长1.9% 明年将增长8.2% 中国经济复苏开始之际 央行已经给银行系统注入了9万亿元人民币 以增加流动性 但是并没有采取额外的刺激政策 相较之下 美联储和欧洲央行采取无限期的量化宽松政策 渣打银行大中华地区的首席经济学家丁爽说 服务业的复苏提高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 但是还没有达到需要政府做出更激烈的回应的程度 他说 政府一直希望避免政策突然的结束 缩减政策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他预测 明年将不会采取诸如加息这样强有力的措施 中国央行前统计局主管盛宋辰表示 中国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稳定住经济增长 并且防范金融风险 他说 在经济过热的情况下才需要收紧 我们还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至少要到明年的下半年 才应该考虑政策收紧的问题 再来看美国这边的消息 美国众议院周三晚间通过一项法案 当中明定 如果中资企业不遵守美国审计规定 那么将从美国交易所摘牌 这给予川普在离任前又一个威胁北京的工具 这项立法五月份的时候 在参议院一致通过以后 本周三又获得了众议院 以口头表决无意义通过 法案将送至川普那里 白宫表示预计总统将会签署 并且成为法律 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规定 如果外国公司连续三年 没有能够遵守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审计准则 那么将被禁止在美国任何交易所上市 虽然法案适用于任何的国家 但这项立法的支持者用意很明显 主要是针对在美国挂牌的中国企业 例如阿里巴巴 拼多多和中石油等 中国驻美大使馆暂时还没有回复 但是在美国此次投票之前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回应 这次表明了美国对中国的公司 是采取了歧视性的政策 对中国企业进行政治打压 阿里巴巴的首席财务官顾武卫 对投资者表示 凡是为了保护在美国证券交易所的投资人 并为他们提供透明度的法律 都会努力遵守 美国两党的执政人士 对中国的金融系统缺乏透明性 都提出过批评 表示这可能将美国投资者 置于欺诈的危险境地 中国法律限制审计人员 将某些特定的公司的金融信息 转移出国 导致美国监管方面 能够看到中国上市公司的信息非常有限 其实在此之前 中美两国也不是没有合作过 2013年的5月 中国财政部证监会 和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又签署过一份执法合作备忘录 确定了包括会计抵稿调取在内的合作安排 依照这份协议以及国际证监会组织的 多边监管合作安排 中国证监会已经向美方提供了 14家上市公司的会计抵稿 但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 2015年的5月 财政部发布了相关规定 要求境外上市的企业的审计底稿 应该存放于中国境内 目前在美国上市的中概公司 主要集中在互联网信息技术 可选消费等行业 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国有控股公司 其中还有一部分直接涉及中国的能源 交通通讯石化之类的敏感性行业 相当多直接涉及中国的石油储备信息 油气管道分布信息、通讯机密等 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信息 另外该法案还要求上市公司 披露他们与本国政府的关系 如果上市公司雇用了 不受美国监管的会计公司 导致美国审查机构 无法审计其财务报告 法规要求这家公司证明 其不归外国政府所有或者控制 这其实给予了美国监管层 更大的自由财量权 不受外国政府控制是比较难以界定的 上市公司也没有先例可循 考虑到中概股复杂的股权架构 以及有一些中概股本身就是国有企业 或者有国有产业基金的股东 具体操作起来 或许很难矩阵 不受外国政府控制 美方可以有自由的财量权 当法案正式成为法律之后 中概公司将会拥有三年的合规窗口期 尚不用担心被立即摘牌的危机 上海交通大学金融学院教授李峰建议 在两地都遵守规则的情况下 中企应该积极配合美国资本市场的合规要求 这是建立上市公司和投资人信任的最有效的渠道 其次中概公司应当联合起来 推动两地监管层的再次对话 争取早日达成合作共识 最终目的还是在于稳定两国的资本市场 不要把事情推向更糟糕的地步 中国公司从2009年开始不断的去美国上市 截至今年的11月底 一共有超过260家在美国交易 这里面有大量的全球投资人参与 也有非常多的美国投资者的参与 阿里巴巴等优质公司 也为美国的投资者带来了很多的投资机会 也让全球投资者有了参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渠道 他认为在众多利益群体的参与下 很难对这些公司进行一刀切 普衡律师事务所的香港合伙人吴壮辉则表示 尽管民主党人拜登将在明年1月 成为新任的美国总统 但是美国仍可能加大对中国企业的执法力度 近来中国多个地方的政府 下调了在年初定下的财政预算 中国的地方政府2020年的预算 大多是在1月份的时候通过 当时在没有充分考虑到疫情 以及应对疫情出台的减税降费等政策的情况下 现在要完成年初的预算的目标难度非常大 随着疫情冲击地方的财政收入 多个中国省份预计较难完成年初的预算目标 继湖北于9月份下调2020年 省级预算收入预期以后 北京、广东、河北等地近期也下调目标 北京受到新发地聚集性疫情波动导致防控时间长 受多重因素影响 财政收入减少规模更大 预计疫情将拉低财政收入的增幅约6.6% 所以北京将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由年初的零增长调为负6% 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 北京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达到9.1% 财政大省广东省也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由年初设定的3.6%改为0.5% 而河北省近期也将此目标从增长6.5%调整为增长1%以上 上海财经大学邓书莲教授对此表示 今年有些省份对年初的预算做了不止一次的调整 比如说广东省就调整了三次 如此频繁和大幅度的调整较为罕见 随着中国经济的稳步回升 近几个月全国财政收入增速逐渐由负转正 目前各地政府正在编制2021年的预算 多位财税专家预计 与今年实际收入增速相比 不少地方或提高明年的财政收入增速 但这只是疫情冲击下的特殊情况 财政收入以中低速增长依然是常态 财政整体上面面临着减收增值压力 财政运行仍然将处于仅平衡的状态 12月3日 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银保监会制定了 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办法正式发布 根据评估办法 选定国内的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评估流程 总共分为五步 即选定参评银行范围 向参评银行收集评估所需的数据 计算参评银行的系统重要性得分 并且形成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初始名单 以及对初始名单进行调整并确定公布 当谈及后续监管的措施时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 评估办法发布后 人民银行将会同银保监会制定 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监管要求 将从附加资本、杠杆率、大额风险暴露 公司治理、恢复处置计划、信息披露 和数据报送等方面 对系统重要性银行提出监管要求 还将建立早期纠正机制 建立健全资本内在约束机制 提升银行抵御风险和吸收损失的能力 提高自救的能力 防范大而不能倒的风险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收看 请点赞并订阅中国财经频道